又有恐怖袭击发生 这一次在柏林 当选总统川普又发推文了 其实川普对打击宗教威胁 并不是一向态度强硬 但是在他竞选总统期间 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 令美国人感到不安 川普的反恐立场也就越发强硬了 川普提出一系列反恐措施 包括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 加紧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轰炸 与中东盟友合作 与俄罗斯可能还有迅尼亚政权结盟 川普去年8月在一次重要讲话中 提出了他的反恐战略纲领 我们的新做法是 必须制止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蔓延 这个做法必须得到美国两党 美国在海外及中东地区盟友的支持 华盛顿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士 布雷茨·米斯塔尔认为 在反恐问题上川普强调意识形态 我认为由于川普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威胁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制止恐怖主义袭击 而且要制止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传播 有人批评奥巴马拒绝承认恐怖主义 与伊斯兰的关联 他们对川普企图聚焦这个问题表示欢迎 但是他们提醒说 不能将世界170亿穆斯林一概而论 前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上个月 在詹姆斯城基金会讲话说 川普的顾问们的确没有把伊斯兰教 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混为一谈 但是他们说由于恐怖威胁日益严重 美国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战略 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外国政策主任 卡拉法诺是川普过渡团队的顾问 根据客观衡量 目前的全球恐怖主义 比奥巴马总统上任时更猖獗 我们也知道现在做法没有效果 那么为什么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 还会假设川普上台以后 美国会采用同样的反恐战略呢 虽然川普可能会改变做法 但是前中情局局长海登说 有一件事变不了 那就是美国不能靠打仗来战胜恐怖主义 美国之音记者 法利维尔 华盛顿报道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